一早醒來我就告訴我自己 今天一定會有很棒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阿們 阿們 因為這不是老闆說 不是老婆說的 不是客戶說的 這是神約華說的嘛 神說我23篇六節說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是在隨著我 所以今天一定會有很棒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這是神說的嘛 然後第二句話我告訴我說 全世界人 我今天不管不知道什麼人 打什麼電話 全世界人都正在有個計畫來協助我成功 這句話是可信的 因為神在羅馬書8章28節說 神使萬事富強效力 叫愛神得益處 而且在哥林多前書2章9節說 神為愛大人所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過的 所以全世界人都真的有機會協助成功 我今天跟我同姓 余大哥余國風 感謝主 我們這樣認識 昨天有碰到一個人叫余智麗 余智麗國民革命懷40年 他正在余智麗 他是國民黨裡面很大位的人 昨天我們華人獎勢聯盟會 所以我現在發覺 他叫我去當余智中清會的理事長 你看 哇 感謝主 我就有機會在那邊殘忽 感謝主 感謝主 阿余智麗兄 往內寫笑 好 再見 所以我現在要背到五段聲音 這是有連貫性 計時開始 五分鐘好 好 從例在事下 一章二到九節這邊 來 開始來 有人計時 有人計時 還有那個 評分數的 評分數你來一下 他是一個人來評分數一下 五個人來評分數 還是要正式來做 評審委跟還是要評分 評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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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有評審委 我們要評審 今天因為其他沒有 你可以先再分享一點點 這是開機 這是像電腦要開機嘛 開機要開機儀式 他去掃瞄這些場合有沒有要開啟 第一個就是要開啟 今天是不是確定一定會很棒 不很棒我就不要了 如果今天沒有希望 我就關於睡覺算了 所以每次都很興奮 要去讓很棒的事情發生 沒有這樣 那第二個是 有人在這裡啊 沒有 用寫的好了 第一個 全世界都有機會學走成功 那第三個是 右手筆的 右手筆的 來 右手筆的 所以說最美好處 所以說最美好處 就是有所謂的 有三個有 第一個叫以馬內律 第二個叫做 第二話以樂 就是神照以變 第三個叫以變以謝 到如今 神約好的幫助 因為每天把這些金門弄在這邊 反正今天所遇到的事都有連貫性 到如今 神約好的幫助 好 那評審大人 請他都支持一下 男評審 女評審 還有誰 女評審 總而言之 揭露計劃就是 信亞說真的好 信亞說真的好 你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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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亞說真的好 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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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整幾點說 來 所以說神就比較高階了 OK 信亞說 真的好 好 OK 感謝主 好 我這樣開始背了 他願神向所羅門顯現 對他說 你願我是你什麼 你可以求 索安門對神說 你曾向我赴大衛大師慈愛 使我接續他做王 冤華神啊 求你成就向我赴大衛所應許的話 因你立我做這名的王 這名都如地上的沉沙 求你是我智慧聰明 好讓我在這名前出路 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 神 冤華對索安門說 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 你既有這心意 並不求知財豐富尊榮 也不求面前那恨惡你自己的性命 又不求大壽數 我必是你智慧聰明 判斷我的民 又必是你知財豐富尊榮 在你以前獵王都沒有這樣的 在你以後獵王也沒有這樣的 接下來是四世紀 就是我龍神一人 建軍三百人 極所欲失一人 建軍三百人的故事 大龍的勇士 神耶和華對積電說 跟隨你人過多 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手中 免得他們說 免得以色列人對誇口說 是他們自己的手揪了他們自己 所以現在你要對這些人宣告 現在你要對他們宣告 說凡懼怕膽怯的 可以從積電山回去 於是有兩萬兩千人回去 只剩一萬 神對積電說 人數還是過多 你要帶他們下到水旁 我好在那裡為你試試他們 凡我指點你說誰可以同你去 他就可以同你去 凡我指點說 誰說他不能同你去 這人就不可同你去 基建就帶他們下到水旁 就是凡跪下舔水的 像狗舔的 你要使他單在那一處 凡跪下喝水的 你要使他單在那一處 於是跪下用手捧著舔水的 有三百人 其餘的都跪下喝水 神對積電說 我要用這三百人拯救你們 把兵電人交在你手中 其餘的人都可以各歸各處去 這三百人就帶著食物和腳 其餘的以色列人 積電就使他們各歸各的帳篷 只留下這三百人 對 這下一個是詩篇 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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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華老師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他使我躺落在青草地上 淋我到可安切的水邊 他為此的名引導我走一路 而他使我的靈魂說醒 為此的名引導我走一路 我雖行行時應的幽谷 也不怕我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仗你的肝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面前 你為了擺設練習 你擁有各的我的頭 使我的福非滿意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時代隨著我 你看真的是二三變六結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時代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法殿中 直到永遠 那接下來是 真言 我兒 不要忘記我的法則 你心要接受我的誡命 因為他必將長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數與平安加給你 不可使慈愛誠實離開你 要繫在你景象上 刻在你心滿上 這樣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寵有聰明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法 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所行的事上都會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這次跟菲利比書四章四節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當教眾人知道你們堅盪的心 主已經盡了 應當一無瓜力 只要凡事借著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在基督耶穌裡 必保守你們的心 你了解 媽媽 謝謝 謝謝 謝謝